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最新物料来袭 专访表达清醒观点 成熟的让人心疼 近日在Cosmo迎来28年周年庆之际 杂志邀请到了三位嘉宾采访 其中包括刘文、宋倩以及王一博 这一次不仅为三位艺人拍摄了新的物料大片 同时还为每一位艺人都准备了专访 其中关于王一博的访问和物料 一定是期待值最高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王一博一直在河南救灾一线 基本都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 所以很多粉丝朋友早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新鲜的王一博了 看到拍摄视频之后大家还都感叹 王一博的时尚感还是一如既往的强 这一次拍摄的造型也都很前卫 与以往的杂志大片拍摄效果都不太相同 王一博的表现力一直都很强 而且不论是任何拍摄工作王一博都会以最好的状态出镜 这不仅是对工作人员对尊重 同时也是对自己和所有粉丝朋友的一种交代 王一博一直都是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而且王一博也是一个喜欢追求完美的人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希望能够做到极致 除了物料的拍摄 从专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关于王一博的很多问题 其中主持人问了王一博很多关于时间把控的问题 而王一博的回应看似不同寻常但却发人深省 王一博是一个将时间掌控的很好的人 出道十年王一博从一个无名小辈成长为今天的顶流艺人 工作从来不是王一博的全部 他是一个精神追求高于物质追求的人 他有很多的爱好 这些都在不断的丰满他的精神世界 王一博喜欢赛车 他也喜欢在赛场上的感觉 他是一个注重速度的人 主持人在采访中还问王一博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过快的速度是否会给自己带来失控感 一般来说速度任何事情上速度过快都会让人有一种无法把握的感觉 但是王一博却认为速度太慢才会失控 他表示慢下来往往会摇摇晃晃的站不稳 看起来王一博的回答有一些不按常理出牌 不过认真思考下来王一博这句话很有道理 快节奏的生活也许会有一些紧迫感 会让大家觉得生活总是忙忙碌碌 但是快起来的生活就像是和时间赛跑 即使大家没有办法彻底把握时间也能够让生活更充实 而慢节奏的生活往往会让人觉得很轻松自由 短时间的自由也许能够换来精神上的放松 但是久而久之生活反而会更加难以掌控 如此看来王一博真的是清醒又理智的人 随后主持人又问到王一博关于角色的感受 最近两年王一博开始陆续挑战了很多角色 作为流量艺人王一博的实力总是在流量之后被看到 所以对于王一博演技的争议也很多 但是王一博向来都是喜欢行动在前的人 每一次他都会用实际的行动和成绩证明自己 这一次主持人还提到了让大家都非常兴奋的消息 王一博参加的这就是街舞 终于要在8月份和大家见面了 舞台王者力量卷土而来 一起等待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